高雄山明區民宅大火 或秋風三樓噴出嚇壞所有人 农民黑煙中三樓的陽台 又住戶待救 情況危急 黑煙狂串火車亂噴 夾雜著玻璃爆破的冰冰 接到住戶求救電話 來幫忙的朋友好擔心 他兒子有救出來了 剛剛有進去救了 有含就下來 他是從隔壁攀爬到隔壁就對了 我沒有在裡面 我去哪個時候都已經火很大了 起火透天錯的女住戶 第一個逃出火場 她疑似驚嚇過度躺在地上 而和她同住的兒子 逃到了隔壁三樓濃煙中被救出來 我住三樓 你住三樓 所以那時候門打開的時候 二樓陰火陰就起來了 人人就看不見了 你住三樓就很大 你住三樓就很大 隔壁就很大 隔壁就很大 第十間中間到現場是 民宅的一樓 起火火車大量竄出 竄往二三樓 濃煙非常的大 以至於整個遼寧二街都是煙 驚險的民宅大火 兩名住戶順利逃生 門口掛著珠寶的招牌 是否一樓存放的物品起火 夜酒低調 你看看意思啊 手環那種的嗎 對啊 五大寶石 在地圖的時候 我看不見他們都整個黑煙 半夜火警 整間珠寶店一樓 陳設裝潢擺放的藝術品 通通燒得焦黑 起火原因為何還要進一步的釐清 再來請問黃啟超 圖永泉 朱英榮 高雄報導